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铁面丹心 唯伍 过云雾 青天再现 唯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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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苍生 骑下把剑来相助 城市贪官 无数维权 拔剑出 包青天 几下舞翼 唯伍 传千古 万名称赞 唯伍 老板 两碗面 老板 两碗面 好嘞 老板 收钱 谢谢啊 你跟着我干什么 你来开封干什么 你知道我来干什么 知道 如果你立刻离开 还能活命 哼 好大的口气 就怕你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你可以试试 封据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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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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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是一箭孤魂 不错 你知道的太晚了 想走 你就来不及了 不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 有没有见过那个死者 没有 没有见过 大爷 这个人你有没有见过 没见过 没有 没有 这个人见过没有 没有 大爷 死者咽喉受创 是否为致死人因 强细面试之后 方便知晓 从现场打斗的痕迹来看 凶手只有一个人 而且武功不俗 大人 尸体是清晨被人发现了 现场并没有遭到破坏 大人 有人见过死者 说是投诉在 越来客栈的外地人 展护卫 大人 你率张荣赵虎去越来客栈 打听死者身份 同时查查是否有可用的线索 是 王朝马 在 将尸首运回府衙 是 请公孙先生回府之后 立即详艳持身 学生遵命 等一等 站大人 等一等 她是什么时候住进来的 前天 你可知道 她是由什么地方来开封的 不知道 展大人 除了这个包袱之外 没有其他东西 死者名叫楚平 从她身上 带着的官府悬赏告示来看 她应该跟爱虎一样 是一个赏金猎人 赏金猎人 赏金猎人 大人 如果她真的是赏金猎人 在官府必定会有领赏记录 对 验尸的结果又如何 除了喉间的伤口之外 别无他伤 只是 这伤口 伤口 如何 死者喉间 遭利器刺入 伤及颈椎致死 只是 那伤口 仅有一指宽 不像是一般的剑伤 这种情形 我从来没有见过 大人 或许 我们可以从楚平留下的悬赏告示 着手追查 公孙先生是说 猎人丧命于猎物之手 一个赏金猎人在京城出现 很可能是为了追击通缉要犯 因此而遭到毒手也不无可能 不 凶手不是他要追击的通缉要犯 展护卫何以有如此断言 从明眼现场研判 凶手的武功要高出楚平许多 赏金猎人为求稳操胜算 不会选择这样的目标来追击 不过楚平的死因 倒让我想起了一个人的手法 什么人 此人名叫沟荣 江湖人称一剑勾魂 手中一柄墨剑 剑身极窄 杀人的手法和楚平致命的情形 几乎完全相当 这种手法别人很难模仿 既然此人涉嫌 就不妨对他展开搜 凶手昨夜行凶 或许如今仍在开封 大人 江湖人高来高去 府补牙官兵就算找到他 也未必能够抓得住 何不交给展昭就可以了 也好 这请展护卫全力继修 是 可惜爱虎不在 否则他一定知道 楚平究竟是不是赏金猎人 如今 只好行文各地方官府 要他们协助查证呢 爱虎难得出京散散心 要是他知道 错过了这个命案 他一定会后悔莫及 是 是 我们休息一下吧 怎么 没有见过别人带刀啊 你自己不也拎着刀 你这是干什么 你是什么人 坐在这儿喝茶的公路人啊 你又是什么人 小心点 别打什么歪主 我明白了 你是担心我 打你媳妇的主意啊 你 你误会了 我们不是夫妻 而是朋友 他是送我去京城的 别和他说那么多 好好好 我不管你们是什么关系 都不干我的事 不过我好心提醒你 你最好不要把任何人 都当贼来防 否则 迟早会给你自己惹麻烦 老板 查一下 好嘞 好嘞 快 你呢 店家 客官 没事吧 没事 给我们泄壶茶 好好 马上来 他只是个过路人 你不必太担心 不行 现在任何人 都有可能阻止能进京 不得不放 大人 这画像是 夹杂在 处凭这一叠通缉画像之中 哦 可是 这画中的女子 连姓名都没有 不像是一般官府公告的 通缉画像 不错 然而那楚瓶 为何要将这画像 与通缉画像放在一起 随身携带 这画像是工笔绘制 笔法细腻 栩栩如生 只是楚瓶已死 除非这画中女子出现 否则 这画像怎么会在她手中 恐怕永远是个谜呀 谢谢你啊 谢我什么呀 谢谢你 一路护送我去京城 我是刑部侠下的九州巡捕 刑部命我保护你安全进京 我也是奉命刑士 用不着心 那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进京吗 刑部说你是一个重要案件的关键人证 进京途中有人要杀你灭口 其他的就一概不知了 我告诉你 不必了 我不需要知道 也不想知道 你 好了 已经很晚了 去马车上睡觉吧 明天一早 还要改路呢 就是 这棵的 不知的 你 从此 我不怎样 而没有 在这道理 我 gebe仇了 你看 我 只不知 很理想 我 你 我 你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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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